各位中时电子报的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跟川普两位最重要的中美两国元首的峰会马上就要登场了 依照我们现在了解的时间来看 应该是在台北时间的礼拜五的清晨两点钟 习近平会抵达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那么大概会在美国停留24个小时就离开 所以差不多是我们这个礼拜六八号的早上清晨两点钟 就结束了这一场的高峰会 所以时间在这么短的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会对于未来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有什么新的发展 当然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议题 那么美国在过去的外交的实践上面 或者是可以说在历次的领导人峰会里面 都会在事前跟新闻媒体会有一个简报 那这个简报通常是要告诉美国的媒体 那么同时也告诉世界各国的人民 美国的大众 就是这个峰会什么时候会开始 两个领导人大概要做什么 会在什么场合会见记者 那么大概什么时候会一起跟这个所有的民众 发表共同的演讲 那么这一次的峰会因为是比较非正式的 所以我们感觉上这次时间又很短 又是非正式的 大家在一个比较放松的佛罗里达州 那么尤其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私人的度假一个庄园里面举行 那么很可能并不会有太多正式的文件 像我们传统中知道的所谓国事访问 有很多共同声明 或者是公报之类的 我觉得这次都不太容易 那么在这么简短的一个访问当中 他非常重要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这两国的关系要怎么样相处 在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上任以后 赶快的把方向和调性把它定下来 对于中美双方都很重要 另外一个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朝鲜半岛的危机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不能不处理的一个地步了 那么我们如果有发漏新闻的话 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 现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程度比过去要高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跟南韩现在正在朝鲜半岛的南部 在进行有史以来相当大的规模的一个军事演习 那么在北韩呢 最近新闻也很多 那么不但试射导弹 进行核子武器的试报 那么同时也还在日前使用这个毒性的药剂 把这个领导人的哥哥在外国来击杀 那么所以朝鲜半岛现在的情况非常的不稳定 那么也促使了中美两国的元首要赶快的见面 那么这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会被影响到台湾 曾如我刚刚讲的 这24个小时的停留期间 扣掉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剩下的十几个小时 中间要吃饭要喝茶 那么安排的会议的中间呢 双方都要有传译 因为川普不会讲中文啊 那么所以两国的元首用自己的语言讲话 再透过翻译 所以会面的时间呢 讨论的议题要把时间除以二 那么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讨论几个关键议题 第一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之间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朝鲜半岛的情势应该如何处理 但我也知道 我们的好朋友都关心就是会不会牵扯到台湾 我个人的感觉是 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定会提一个中国的原则 一定会提台湾的问题 但是美国要如何回应呢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从事前的美国资深官员的简报 我们所了解的就是 美国应该会照过去我们所熟悉的立场 也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它包含了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的三项联合公报 以及美国国内的台湾关系法 根据这两个我们过去熟悉的一法三公报 来做一个中国的回应 那么如果仅止于此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民众也不需要过于的忧心 那么这一次的双方的峰会 最主要是让两个大国的领导人 重新在美国新任总统上任以后 有一个重新的起步 让双方可以在比较缓和 比较轻松的气氛之下 了解对方的立场 也颠一颠各自的分量 看看将来要如何相处 那么未来中美两个大国 是用什么样的基础来相处 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流 我相信细节的问题 都不会是大老板谈的问题 两国的元首可能只就原则还有方向 定下一个大致的一个框架 那么剩下的就是未来的双方的 主折官员彼此之间的交流 那么所以这次的峰会 我们予以高度的重视 它有可能是冷战结束以后 或者是美国采取了一个新的 世界观和国际政策的时候 中美两个大国关系 在未来如何相处的一个转折点 当然值得我们重视 但从另外一角度来讲 作为台湾我想也不要太过于忧心 因为这个一次的峰会 不一定会决定所有的事情 那么整个方向来讲 我们感觉这次的峰会 应该是一个正面的 双方互相探底的 那么刚开始起步的 一个双方接触 后面还会有很多接触 中美之间有太多的议题 必须要相互切磋 所以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未来三十个小时 很可能就是我们最关切的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 将要在未来至少四年 如何相处的关键时刻 我们一起来关注 我们一起来关注 我们一起来关注